哈哈 爆笑穿越来袭 多人有声剧 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 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品 第1041集 直播间的观众们 嗷嗷直叫 太那么帅了 诶 等等 坐在柯总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莫非也是一碗又上台颁奖的公司高层 虽然只能从后面看到那女人的后脑勺 但我觉得年纪不大 光是那露出的一节纤细白细的脖梗 都能让人浮想联翩啊 绝对是个美女 哎 那么问题来了 年纪不大的能当上高层吗 这美女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我早就看到了 柯柯时不时就掉头跟这女人说什么 姿态特亲你 妈呀 不会是柯柯的女朋友吧 我好像一不小心发现了真相 老总带女朋友一起参加自家公司的晚会 没毛病 喂 快别抄抄了 土豪夫妇马上就要上台了 心动啊 刷屏的弹幕分分钟变成了土豪夫妇或者狗男男 土豪狗男男赶紧上台吧 也迫不及待的想看这对鸡佬了 前面的他妈的是不是有病啊 来了来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我们呼声最高的两位大神玩家 马上就要出来了 大家期待不期待 主持人将话筒对向观众台 观众们高呼期待 接下来 有请我们并列第一的两个玩家 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一的道旅一起上台 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掌声在哪里 在这里 观众席中有人大叫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贵宾席位上有人动了 众人直勾勾地盯着那站起来的男人 一脸懵逼 还没到颁奖的时候啊 柯总您怎么又上去了呀 还带着身边美女一起上台 众人见那美女 穿一身白色极地常理裙 微卷的棕色长发 晚成公主头 光是一个背影 别让他们看直了眼 这美女身材真TM好 前突后翘一把小蛮腰 夹起来的个头能有一米七五五以上 气势全开 如同女王 与旁边高大挺拔的男人走在一起 一个帝王 一个王后 般配至极 女人挽着柯总的胳膊 两人一起上台 在上楼梯不方便的时候 旁边那位高冷老总 居然主动地为她提裙摆 还低声地说着什么 雪藏已空 董淳宇的我表示已经听懂 柯柯说小心绊倒 我的少女心啊 撕死了 难道这美女真是柯总的女朋友 好啊 不要嘛 我刚恋爱就失恋了嘛 前面各位 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们正等着土豪夫夫呢 然后人呢 为什么上去的是柯总和他的女伴呀 呵呵的 狗男男觉得自己长得矮左丑 不敢露面呗 柯总扶着那美女上台的时候 两侧大屏幕上 正播放着天下第一和天下第一的道理 在游戏中的精彩操作 拈花一笑出 花瓣四溢 红衣美男置身其中 如同最艳丽的那一朵 铁扇一挥 暗器飞射 红袍在空中 样起波浪 任何一个技能 都能被红衣美男 使出一个美字 男子铁扇半眼面 眸子半眯 美艳绝伦 众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 能够美成这个样子 一举一动 都透着一股子 妖娆风情 连女子都不急 而另一个同框出现的白衣美男 将玉龙刺 万剑龟一等技能使得狂霸酷炫 那身姿 那容颜 活脱脱一个真的活在修真世界的修士 不 应该说 这是一位已经成了仙的仙长 太仙气飘飘了 那动作怎么能这么帅 这么仙呢 因为这对土豪夫妇 很少找陌生人组团做任务 所以两人的打斗画面 极少泄露出来 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屏幕上的打斗场面 我妈呀 你们看到没有 后毙了呀 土豪夫妇平时打怪也这么帅吗 我靠 这绝对是恋家子 你们注意到他们挥剑的动作了吗 普通玩家只会发动技能 可他们居然真的会舞剑呢 哎呀 快别抄抄了 快看大屏幕 我哥哥又露脸了 还有那位女士 果真是美女啊 好漂亮 好高贵 像是古世纪走出来的公主 跟客总配脸啊 我去 老子等着看这对狗男男 一直给这位老总和美女镜头 是要搞什么闺名堂 帅哥美女没毛病 但谁他喵的 要看这个了 就在刚才啊 我嘴里的水喷了 因为我可能已经 太逗了事情的真相 但是我什么都不说 嘿嘿嘿 静等大家跟我一起喷水 不说看直播的玩家们 就是现场这些观众 也是一脸疑惑 他们等着看土豪夫夫 狗男男 结果上去一位老总和大美女 等等 我的天 天呀 不会是因为这两人就是 此时 话筒已经递到了 柯总和那美女手中 美女先是看了一眼身边的柯总 然后朝大家打招呼 孝道 大家好 我是天下第一 这话一出 弱大场地中 所有嘈杂声 假然而止 众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幻听了 啥 这位大美女说了个啥玩意儿 她是天下第一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那彪悍的操作 那果断的作风 连男性玩家们都自愧不如的大神 天下第一 会是你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大美人 就在美女说完这话后 她旁边柯总也不仅不慢跟了句 我是天下第一的道理 天下第一是我女朋友 一二三秒钟后 我的妈呀 什么情况 我去 这两人说自己是谁 游戏里那对狗男男 她喵的就是这俩人 啥玩意儿 天下第一不是个男人吗 不是个动了筋的矮挫丑吗 天下第一的道理不是个虽然厉害 却还仍是吃软饭的小白脸吗 这个世界怎么了 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吗 哎呦 我耳朵 他妈的也出问题了 晚会现场 在片刻安静之后 也爆炸了 观众们震惊地呼出声 天下第一是这位大美女 天下第一的道理是柯氏集团的柯总 哇 这可是大大大新闻哪 此时此刻 入座的周盛阳 也跟所有人一样 一脸懵逼之后大为震惊 柯总竟然就是游戏里的那位 天下第一的道理 那位曾经连续PK掉 二十多个玩家的 天下第一的道理 那位曾经将我两招杀死的 天下第一的道理 周盛阳的心情 突然就有了那么一点微妙 就在不久前 这位柯总还对他说 以后切磋切磋 他居然以为对方只是个游戏菜鸟 谁曾想到 拜拜 本集结束了 喜欢听的话要订阅哟 哦 还有分享哦 下集见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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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